吳子佳董事长还有亮哥 他们也做了一些股票 亮哥在立委的部分 讲得非常的细 在六都的部分 这个名单拿出来 在每个可能当选的地方 他都点名 他认为国民党有机会 在国会是单独过半 他点名亮哥是 其实他的股票蛮谨慎的 稍微有一点点不确定的 他就没有讲 还有是他好朋友的 他也不讲 大家总知道 亮哥过去是绿云出身 兰茵也有很多好朋友 他的人缘超好 所以好朋友的话也不方便讲 所以扣掉这些 他觉得可以讲的有哪些 他觉得台北市胜算比较高的 王红威 罗志祥 赖世宝 没有问题 新北市 廖先祥 孟凯 林德福 张志伦 罗明才 林淑芬会上 桃园市 黄世杰胜算很高 牛许婷有机会 甚至有人说这里六席都会上 台中市胜算很高的 他觉得颜宽恒会上 江体臣 杨琼英 何欣晨 没有问题 台南市胜算很高的 他认为林俊仙 陈廷飞 郭国文 没问题会上 高雄市呢 他觉得李梅珍 陈梅雅 这两位国民党籍的 如果在高雄能上 也相当的不容易 就是亮哥他的股票 六都立位 但我先跟大家说 只有这些吗 应该不止 因为他股的相对的保守 好朋友 像是王世坚 跟那个谁 游淑慧 两边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跟淑慧每天见面 会被他打死 等等 他好朋友他也不讲 对不对 人情义理嘛 所以七宝不可能不发生 就是比例的问题 这次选举呢 只要有三到五%的选票 就会逆转 不要以为 绝对不会七宝 所以广告要拍对 要面向这些选民 也就是说 可能不是广告 特别的对向你的 原来的这个投温层 你要去触及到那些 可能会移动的板块 好这是亮哥的股票 再来看吴子佳董事长的股票 他说什么 目前推估 他认为民进党64席 最少掉12席 大概剩下了52席 民进党52席 如果加民众党的6席的话 还是过半 所以民众党他认为很重要 估计会有8席 国民党呢 可能会获得57席 57的话就是单独过半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民进党最多50席 如果加民众党8席 也可以过半 如果倒霉的话呢 民众党这两天崩下来 只有6席的话 那么民进党加民众党 等于56席就没有过半 所以关键可能就在 一席当中 大家看到了 非常非常的胶着 其实今天大家还有 新闻看到绿营内部的估票 当然这不是绿营 某某某出来讲的 不是是媒体登的 但那估票我就把它删掉 因为觉得太离谱了嘛 这个民进党估自己 总统有什么600多万选票 他就估上次蔡英文的得票 对对对 蔡英文的天花板 然后这个估这个什么 什么立委不但过半 而且就反正他估的票 基本上我觉得宣传价值比较高 所以我先让韩兵来估一下 你觉得呢这几个题目 总统大选我觉得 第三名就不用讲了 一二名我认为差距可能在30万票之内 30万票之内 我认为因为我算了好几次 我都觉得双方这次距离是非常非常近 如果说没有最后出现什么很剧烈的变化的话 基本上输赢差距会很小 所以我认为大概就在30万票之内 因为这次总共有1954万的选举人 然后对你7成5左右的投票率的话 然后这样算下去 其实大概就是一二名 可能极度接近都是500多万票 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 那第三名可能稍差一点 那是不是一定会这样 当然还要看选战最后的变化 选前之夜 对那我知道有同业 说有一个政党会上看670万票 我是认为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可能性是蛮低 因为如果这个政党出现670万票的话 那其他两党会跌得非常非常惨 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 我认为大概一二名 大概可能都在500多万票左右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流动的票数 我认为这一次恐怕流动票数并不多 并不多 对恐怕就是二三十万票 大家此刻大概都做好了决定 我觉得9成5以上的人都已经做好决定 还在犹豫的人其实真的不太多 所以我觉得流动票其实非常非常少 然后很多流动票到最后可能根本不流动 因为他根本不去投 很多人在那边想了半天干对不投 因为他不知道要投谁 所以他就单对不投 那蓝绿能不能过半呢 我个人是认为恐怕蓝绿都不会过半 在立委这边 因为以国民党这边来讲的话 他现在只有37席 他过半要拿到57席 57席他一口气要加20席 那就是他不但区域立委要选得好 他的政党票也要超乎预计 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不是那么大 讲实在话 所以未来国会内最有可能的就是 大概三党不过半 然后民众党大概占据一个关键少数的立委 那当然好一点点的话就是 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有一些无党籍的立委 无党籍的立委是有可能会上个两席左右 所以这两席 如果国民党只差两席 那这两席刚好都跟国民党比较友善 所以到最后可能国民党也不一定要跟民众党结合 就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过半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还是认为三党不过半的可能性是最大 也就是民众党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国会的关键性力量 那至于说当选名单这种东西因为 说真的很复杂 因为有113席 这个东西真的还蛮复杂的 那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目前五五坡的选区 很多都会因为前天的国家警报的东西受伤 你知道因为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说 哇这个政党在搞什么鬼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事情 这是不会让绿营基本盘更加巩固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 会被这个巩固的基本盘 他本来就会去投他 而且你看到那个蔡英文总统服他也定调了 可见他认为这个是不有利的 这个有受伤 而且特别是在面对外国媒体的时候特别受伤 外媒我稍微带给大家看 外媒是一片恶评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次选举说真的 每一票都会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差距非常非常小 你想想看 1954万票的总选举人数 你再乘以75% 大概只有1600多万 总投票只有1600多万票 1600多万票 1%就是16万票 这次投票率呢 你觉得 这次我认为可能 因为上次是74.9% 那这一次可能会 伯仲之间也就是大概74 75左右 我认为是大概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看2%就是32% 2%就是32万票左右 所以这次的差距 这是我个人评估 我认为一二名差距 可能就在2%之内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